AG大比分战胜VG拿下第二个积分 一末两局MVP表现非常亮眼 离季后赛仅差一小局 可惜队伍在拿到优势后很容易掉点 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很容易将季后赛名额拼手动人 KPL下季赛已经进入白热化季段 A组的队伍未来竞技后赛已经尽全力 EBGM暴能战胜Heroa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虽然AG大比分战胜VG 但是如果没有位秧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话 AG还不一定能战胜VG 第一局和第二局完全是尹诺的对人操作 前期VG拿到强势阵容入侵野区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帮助温央 而是等对目技能的真空7反对手野区 幸福的帮尹诺和温央拉开经济差距结束前两局比赛 正当大家以为AG稳稳凌峰VG时 剧情却迎来了大反转 第三局AG本来拿到了大优势 结果在进攻时配合失误太多 说白一点就是太亮了 还能给对手把握住机会绝对翻弹 最后一局也是如此 在卫扬的蓝和宜诺的门压 也是在前期拿到冰击压制 等于为会很轻松的赢下比赛 结果到压高地的时候没状态了还不回程 又给对面喘息的机会 差一点落被翻弹 幸好卫扬在最后找到了绝佳入场时机 才能赢下VG 在赛后语言中像你们都说太惊险了 按照AG现在的状态 进入季后赛不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他们要解决拿到优势之后慢慢推进的问题 才能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大家对AG战胜VG的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